妻子在商场被当成小偷 打电话给丈夫求救 可丈夫此刻却在瞒着他准备另娶新欢 看到是妻子的来电后 直接挂断 巴德给新欢杜鹃带上花环正准备一亲方泽 不料妻子的电话又来了 而这次巴德还是挂断了 故意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来骗过杜鹃 巴德已经开始举行甜蜜的订婚仪式 可怜百合打不通巴德电话 被警察铐上了手铐要带回警局处理 女警看百合楚楚可怜 便问她为什么要偷东西 百合为自己辩解 自己是和丈夫一起去买衣服并不是偷 而这话全车上的警察都不相信 刚开始百合是说不知道丈夫电话 后面想起来问堂哥大卫要到丈夫电话后 打了两次过去都是没人接 这叫别人怎么信他有丈夫 警察叔叔火眼睛睛提醒他肯定是被男人骗了 百合立马替巴德辩解 我丈夫是世上最好的男人 永远不可能会骗我的 他刚才没接我电话肯定是遇到了麻烦抽不开身 警察叔叔都说的这么明白了 傻女人还是不肯相信事实 居然还在不断为巴德狡辩 眼看着巴德和杜娟已经在朋友们的见证下举办完了订婚仪式 恰巧百合坐的警车也开到了他们订婚场地的门口 可惜百合没转过去看一眼 不然肯定会心碎的一地 此刻他口中的完美丈夫正开心地搂着他的好闺蜜 巧合的是他们放鞭炮居然把警车轮胎给炸了 警察表示要让这对新人出来负责 巴德为了享乐居然把朋友推出来受罚 也因此百合再次和事实擦肩而过 到了警局后 百合再次请求打电话给丈夫让他来说清楚事实 而这次幸运的是电话被接了起来 接到电话后巴德才记起自己把百合扔在了商场 可现在这边还没结束 而警察又要他过去 巴德左右为难之下还是选择先过去救百合 在等待巴德来的时间里 百合暂时被先关在了牢里 一想到自己的遭遇百合的眼泪就不会停 可这傻女人都委屈成这样了 居然还在怪自己 这怕是吃可爱多长大的才会这么单纯 看到巴德来的时候 百合感动得像是看到了天神般义无反顾地扑向他 可此刻从巴德那紧握的手里 可以看出他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绪 这么重要的日子居然被这个傻女人破坏 但看在那九英姆土地的份上还是忍了 然而现在最难的就是晚上睡觉该怎么办 因为姑姑知道百合是他的妻子后 要求在家里举办个简单的仪式来接纳百合 所以巴德只能先在家里和百合一起 这边也只能骗杜鹃老板临时要他加班 所以才先离开 好不容易熬到仪式结束 巴德打算等百合睡着出去找杜鹃 于是来到房间表示自己很累要睡觉 拿起被子又来到沙发和百合分床睡 可这傻女人是一点也没感觉异常 反而又感激起她体贴 男人瞒着妻子偷偷地娶了真爱 趁妻子百合睡着的时候 巴德赶紧溜出去见真爱杜鹃 不料百合半夜做噩梦看见巴德被坏人欺负 惊醒后看见巴德不在屋里 百合吓坏了 以为巴德真的被坏人劫走 吓得一个人在客厅走来走去 打电话问下巴德在哪里 而巴德接到电话后只能骗小姑子 朋友这边出了车祸他正在帮忙 让大家不要担心 也许别人不会担心 可这个夫大于天的百合怎么会不担心呢 大半夜的就要冲出去找他 来到刚才巴德说的车祸地址并没有看到他人 于是询问其保安有没有见过照片里的人 而保安刚才正和巴德说过话 便引导百合去酒店里面找下 然而上天还是想让巴德多快活几天 即使百合在酒店里已经和巴德只有几步之遥 还是没打算让他们见面 巴德看时间一晚自己又是住在姑姑家 怕姑姑他们担心 便和杜娟说自己要先回家 不然姑姑会生气 当巴德转身回家时 正好和打电话的百合错过 而巴德听到小姑子说百合跑出去找他后 他的怒火再次熄来 今天一天他都没闲下来过 一会儿是婚礼 一会儿是百合出状况 现在大半夜的又跑出去添乱 当百合到家后 巴德马上发飙 他一点也无法接受巴德这样说自己 泪眼婆娑地表示自己是担心他的安危才跑出去 即使再发生一次他还是会出去找他 巴德即使不喜欢百合 可看到他这样关心自己也会心软 赶紧把他哄去睡觉 看着这个麻烦鬼终于睡着 巴德又开始想着要怎样把他赶走 才能结束这混乱的生活 然而不知情的百合一大早起来 居然鼓起勇气向巴德表白 表示自己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喜欢上了 后来在婚礼上 巴德替爸爸挽回生育的时候 自己更是越发地喜欢他 巴德听到这里终于受不了内心的煎熬大吼 百合情绪一激动 趁着巴德没注意 直接从窗台上跳了下去 巴德感觉魂都吓没了 可是一眨眼 百合还好好的在自己怀里 原来是自己在胡思乱想 幸好虚惊一场 谁能想到这个长得一表人才的男人 居然去捡马路边别人扔掉的花 接着拿着花来到妻子面前 单膝跪地告白 不知情的百合被这朵烂花弄得心花怒放 可谁能想到巴德只是拿这朵 不要钱的花来敷衍百合呢 在两个女人不知对方存在的情况下 巴德先后娶了他们两个 偏偏这两个老婆还是好闺蜜 为了掩饰这个谎言 巴德被弄得心力焦脆 后娶的老婆杜娟和百合打电话说想来找他玩 可是百合不知道这个家的地址是什么 于是来问巴德地址 正好有一通工作中的电话打进来 巴德没说几句就和对方吵了起来 电话挂断后便把怒火迁移到软包子百合身上 对着百合乱吼 估计是杜娟的话巴德没这个胆子发火 巴德骂够后终于恢复理智 知道是自己的不对 赶紧向百合道歉 希望他别和外人说这件事 特别是百合堂哥大卫 不然的话大卫肯定会来找他算账 百合也被这莫名其妙的怒火弄得眼泪直流 本来想跑走的 可是客厅里大家都在 体贴的百合还是为巴德着想 说自己哭只是因为想爸爸了 姑姑看小两口没事便派他们一起去银行办一趟事 巴德先一步出来开车 没想到会遇到杜娟 杜娟则是收到百合发来的地址找到这里来 看到对方的时候他们都很意外 只是话没说几句杜娟就拉着巴德去追另一辆车 原因是杜娟刚才坐车的时候和另一辆车发生了不愉快 所以绝不让自己吃亏的杜娟立马要找对方算账 便拉着巴德上车去追赶 只是到了车上百合那边的电话又打了进来 巴德才想起百合还在等自己 于是又向杜娟编造谎言说自己还有工作要做 先在这里下车 下车后巴德赶紧慌张地往回赶 半路上看到丢弃的鲜花时 巴德立马来了鬼主意 拿着这个不要钱的花来向百合道歉 恋爱脑的百合也真是吃这一套 巴德一道歉刚才的委屈全给忘光了 百合这脑子真该剁不补 高兴过头的他还不忘用爱慕的语气向巴德说感谢 Thank you 百合的话巴德根本不敢接 找了个借口跑走了 坐在楼梯上巴德向好兄弟吐槽 自己只是不想看百合伤心才会去安慰他 可是百合却认为自己这么做事爱他 这真的让他左右为难 为了那九英母帝巴德舍不得放手 可他爱的只有杜娟 而这时大好人百合在楼下扶着一位疲惫的神婆上楼梯 恰巧百合听到巴德的声音 向神婆介绍这是他丈夫在说话 作为过来人的神婆提议让百合偷偷听下丈夫在谈论什么 百合觉得这样做不好 可神婆却觉得男人的话都不可信 只有私下听到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 于是百合和神婆一起站在了楼梯间听巴德的谈话 不料巴德说的是当初是妈妈喜欢百合才让他娶的 他作为当事人心里是很不情愿 百合听到后心碎了一地 而神婆听见巴德的话后也用自己的感应力 看到巴德身边有一个影子 神婆表示这绝对是一件坏事 即使这样了百合还是容不得别人说巴德的不好 还在解释巴德真的是个好人 而这时上楼道的巴德和朋友正巧看见了百合在 滑头的巴德立马转变语气说话 说自己从来没想到会这么爱一个人 刚开始不情愿娶百合 可是当婚礼上百合为了救他和亚夫对抗的时候 他是真的爱上了百合 天哪这几句话简直是要百合的命都可以 从没想到巴德会这么爱自己 巴德也真是造孽 明明不爱还非要这样伤害 一旁的神婆快被气扮死 明明他感应到的巴德就是个渣男 现在居然说出这种话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神婆跑来和巴德握手 可一握手看到的竟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吓得神婆一句话不敢说就慌张得逃了 两个闺蜜一起在神像前许愿 希望将来找的丈夫能是好朋友 这样他们也能永远不分开 可没想到上天竟让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架给了同一个男人 后娶的杜娟原本是个风风火火的女汉子 可自从遇到比尔后 杜娟觉得自己变得和百合一样爱得发狂 她的心已经在比尔身上不断地沦陷 百合听到闺蜜的倾诉很为她高兴 能遇到一生所爱的人是件多么幸福的事 百合也告诉杜娟 刚刚她听到巴德说爱自己的话 原本百合以为只是自己单方面爱着巴德 没想到他们是双向奔赴的爱情 两个闺蜜一起分享着和丈夫开心的日常 天知道他们口中的巴德和比尔竟是同意的人 变化刚打完没多久 百合和巴德在银行就遇到了一伙人抢劫 他们俩被劫持做了人质 而这时杜娟看到推送的新闻知道银行发生了抢劫 猛然想起这就是之前打电话时百合说的银行 杜娟吓坏了 打百合电话也打不通 猜到他肯定出事 于是也扮成护士混进银行里 这时歹徒把百合和巴德分开挟持 让他们一人走一边 巴德趁着歹徒不注意逃离了他们的眼线 想着去救百合 不料却看见杜娟在这里 巴德赶紧把杜娟拉到了一个安全的房间里 可谁能想百合这时也逃了出来正在找巴德的下落 巴德让杜娟先待在这里 他要去外面看看什么情况 可没想到门一打开竟看见了百合 而这时百合也注意到了巴德 正开心地想过去找他 不料歹徒发现了他要来捉他 百合想着抓紧脚步跑过去找巴德 可这生死关头的一瞬间 巴德为了不让杜娟发现谎言 竟不顾百合的安全把门给关了起来 看着这紧闭的门 百合是愣在当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眼看着歹徒马上要抓到他 幸好堂哥大卫及时出现保住了他的安全 大卫告诉百合别担心 他会把他安全的带出去 可百合还在担心巴德 说巴德在房子里不知道什么情况 一听这话大卫火了 巴德躲在里面根本没胆子开门 也阻止杜娟去开门 但百合情况很不好 歹徒趁着他们不注意再次劫持了大卫和他 巴德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准备向杜娟坦白百合的事 太爱杜娟了怕他知道后会离他而去 正准备开口时 身旁的朋友却阻止了他 情况也许没那么糟 让巴德不要自乱阵脚 听了朋友的话 巴德还是把嘴巴闭上了 没过多久 警方也终于制服了这些歹徒 大家都被平安救出 杜娟当时正好知道歹徒的行动 所以回警局协助他们做笔录 事后巴德看到百合没事后 心里的愧疚感终于少了点 但是当回家两人独处时 巴德还是感觉没脸见百合 一想到当时那么危险的情况 自己居然把他关在门外 巴德都觉得过意不去 可这个傻百合根本没当回事 反而还感谢巴德在危急关头 总是想着他 百合认为当时他把门关起来 肯定是有原因的 是为了保护他才这么做 巴德完全没想到百合 会是这样的逆向思维 看着这么善良的傻女孩 真的不知道分手的话 要怎么说出口 然而危难过去后 巴德毫无愧疚地 再次向杜娟求婚 希望能在四天后嫁给他 而不知情的妻子百合 还在神前苦苦祷告 这个缺德鬼进害的 两个女人为爱沉沦 杜娟突然想起和百合当时一起祈祷 要找到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没想到现在让他遇见了最好的比尔 比尔一听开启玩笑 那最好的我给了你 那你的好姐妹不是没有最好的 你愿不愿意把我分享给你的好姐妹 杜娟一听这话马上甩下脸子 衣服化妆品都可以和好姐妹分享 唯独丈夫他是不可能拿来分享的 在巴德的哄天下杜娟原谅了他 杜娟其实也只是装装样子 哪里舍得和这个伪君子生气 当时杜娟为了躲避比尔的乡亲 而离家出走 杜娟妈被气得要和杜娟断绝母女关系 现在准备结婚了 杜娟也不想通知家里人 只想有一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婚礼 而这正好如了比尔的意 当时杜娟拒绝比尔的相亲时 比尔妈可是记恨起了杜娟这个人 所以比尔也没有打算通知妈妈 而她在这个城市的姑姑比尔更不可能通知 一通知估计百合也知道了 比尔深情地表白杜娟 不管有没有人参加他们的婚礼 丝毫不会影响爱她的心 看到杜娟手上有个伤口 比尔拿出药水帮她涂抹 可涂着涂着比尔竟想到了之前百合涂伤口的情景 巴德被这一想法给吓了一跳 不知道怎么会无端地想起那个女人 吓得赶紧和杜娟告别说自己要先回家 就在她和杜娟幸福拥抱的时候 百合怕祈祷用的蜡烛会灭掉 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手遮挡着风 可是最终还是被风给灭掉了幸福之火 瞬间百合的星辰到了悬崖底 然而大嫂知道事情的原因后 安慰她根本不要担心这些 因为她的幸福来自于巴德 而巴德这么爱她肯定不会离开她的 百合被这么一说 心情突然变好了 她也相信她的巴德绝不会给她带来痛苦 吃饭时巴德想起自己要给杜娟做胡萝卜布丁道歉 所以向百合开口希望她能教自己做这道甜点 哥哥嫂子一听取笑巴德 天上下红雨居然会想学做饭 巴德谎话随口就来 胡萝卜布丁是想做给百合吃的 希望自己能为她做些特别的东西 百合听见后 别提心里有多甜 百合想给巴德多做祷告 向巴德提出希望她明天中午陪自己去寺庙 一开始巴德答应了下来 可没过多久 杜娟打来电话让她明天一起去看婚礼场地 没办法巴德只能推脱了百合这边 说自己有重要的公事要办 能不能等下周陪她去 百合这个傻女人很容易满足 表示可以等她 让巴德安心忙公事 一脸甜笑的百合 不禁让巴德看得入迷 男人娶了个温柔体贴的妻子 没过两个月又偷偷地和真爱杜娟订婚 知道杜娟爱吃胡萝卜布丁 巴德让妻子百合教她做这道甜点 百合误以为是巴德喜欢吃她做的菜 于是向巴德提出中午可以给她送饭 不要去吃外卖 巴德一听吓死了 今天她是去陪杜娟买结婚用品 立马开口你不能来我办公室 话一出巴德才想起语气说得太过了 又解释办公室有五六个人 如果百合送饭来的话不够吃 解释完巴德赶紧溜了 而百合此刻却想着多做几个人的饭 就够他们吃了 说做就做 马上动身去厨房准备午饭 杜娟正在挑选结婚用的项链 拿起一条看重的给巴德看 恰巧这条项链就是百合戴的那条 巴德看见后吓了一跳 想起当时和百合第一次见面时 就是因这条项链缠绕在一起才认识的 而此时家里的百合像是有感应似的 脖子上戴的项链掉了下来 这是她和巴德爱情的象征 突然的锻炼让她感觉很不好 赶紧给巴德打去电话想倾诉自己的心情 可谁知道巴德一接起电话就开始骂人 这样了又继续给巴德做午饭 原本是准备自己送去她公司的 可是临时接到杜娟妈打来的电话 百合只能让司机代为送去 她自己则要马上去找杜娟 要说杜娟能和百合成朋友也真是难得 百合是一点脾气也没有 可杜娟脾气倒是大的离谱 当时杜娟离家出走 杜娟妈很生气说要断绝母女关系 没想到杜娟静寄到了现在 百合是好心告诉杜娟妈杜娟要结婚的事 过了这么久杜娟妈已经没有生女儿的气 听到她要结婚 拿出自己给她传的嫁妆准备送给她 来找杜娟前杜娟妈先给她打了个电话 想和女儿聊聊 可杜娟倒好竟不接电话 猜电话是百合给的 杜娟怪百合不该多嘴 百合听后赶紧来找杜娟 希望她不要再和妈妈吵架 她妈妈一个人把她带大 付出了那么多辛苦 杜娟应该理解妈妈 可杜娟却有自己的理由 好闺蜜看中女人脖子上的结婚项链 伸手去娶她 百合其实很不愿意被人碰到她视为珍宝的项链 可她不懂得拒绝 站在原地任凭杜娟取下了这条项链 接着戴到自己脖子上 百合感觉自己老公被抢走似的非常不舒服 这时一旁的老夫人看不下去开枪道 杜娟一向大大咧咧的 她可不信这些迷信 为了表示自己不在意 干脆把她看中的一条项链也戴到了百合脖子上 虽然只是个小插曲 可百合总觉得整颗星七上八下的 而这时百合又劝起杜娟应该让她妈妈来参加婚礼 废了一番唇舌后 杜娟答应请妈妈来这个城市 可是到了接杜娟妈这天 杜娟的航班出了问题 来不及回来接妈妈 本来是想叫比尔去接的 可是她没接电话 杜娟只能打给好姐妹让她帮忙 百合非常乐意地答应下来 只是没想到百合刚答应完 比尔的电话就打到杜娟这 表示自己可以去接丈母娘 也好在丈母娘面前加分 杜娟想想也是便让比尔去车站接 本想再次打电话给百合让她不要去接 可百合此时竟也没接电话 杜娟干脆也懒得再打 反正多一个人接妈妈也没什么不好 杜娟妈下车后 比尔先到的这里 高兴地和丈母娘打招呼 两人刚聊完几句 百合也来到了这里 眼看着距离他们只有几步之遥 马上要撞见时竟发生了意外 杜娟妈的钱包被小偷抢走 比尔第一时间就去追钱包 因此百合并没有见到她 在车站等了很久也没见比尔回来 百合提议让杜娟妈先去她家里等 反正杜娟会通知比尔 于是百合带着杜娟妈先来家里休息 此时家里正好在做祷告仪式 巴德追完小偷后 接到百合的电话就先往家里赶 然而巴德也是命大 杜娟妈也和姑姑一家人一起在祷告 只是因为闭着眼睛 竟没有注意到巴德就是比尔 巴德也是忙得很 祷告才做到一半 杜娟就打来电话让她来接她 没办法巴德只能中途逃跑 也因此避免了被大家发现真相 眼看着婚礼的日子越来越近 杜娟却还在忙着当空中飞人 她能安心忙工作的原因 是把婚礼要准备的东西都交给了百合 让百合当自己的婚礼顾问 因此百合倒是成了个大忙人 可没想到此时万恶之源的亚夫 竟也来到了这个城市 并且发现了百合的身影 结婚快半年了 丈夫还是和妻子分床睡 单纯的妻子一点也没觉得异常 反而觉得这是丈夫爱她的表现 可傻女人并不知道她深爱的丈夫 马上要娶另一个女人为妻 今晚巴德先去了杜娟家 所以回来晚了 没想到百合一句责怪的话也没有 善解人意的百合知道巴德在忙工作 并不想打扰她 并且表示巴德如果以后迟到的话 只要给她发条信息就够了 接着又拉巴德来赏月 吃可爱多长大的百合就是不一样 连见解都这么与众不同 然而面对百合一次次的善解人意 巴德的心正在被一点一滴的攻克 第二天百合出门给杜娟购买婚礼用品时 竟让几百年没露面的亚夫给撞见 看见百合的那一刻 亚夫再次疯狂起来 癫狂的亚夫命令手下马上把百合带来见她 手下正好趁着百合在等车时带到了她 准备把她拉上车带走 而这时恰巧巴德也赶来看见百合被绑架 于是一路跟着他们的车子 虽然感情上渣 但在安全问题上 巴德还算是个真男人 不顾自己安慰把亚夫手下的车子逼到死角 下车要把百合带走 此时也真是天助巴德 车上的两个人竟突然被安全带给锁住 让巴德有时间就走百合 本以为车子开出去好远就安全了 不料两个歹徒竟也叫来了一帮人 也把巴德的车逼停 拉出来就是一顿猛揍 眼看着巴德马上要被打趴下 百合立马站出来守护她 平常看着一个柔弱的女子 为了救心爱的男人 竟也变成了个英勇善战的女汉子 抢下歹徒手里的刀指着他们 如果还要打巴德的话就一起同归于竟 这群歹徒也真是吃废物长大的 被一个弱女子威胁下全跑光了 百合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 这边巴德又大出血 刚才被歹徒不小心刺中了腹部 现在痛得她晕了过去 百合吓坏了 眼泪不停地把她送去医院抢救 而这杜娟打电话给比尔没人接 于是找比尔好兄弟问她巴德人在哪 好兄弟说漏嘴告诉她巴德受伤住院了 杜娟听后也吓坏了急着往医院赶 经过抢救巴德脱离的危险 百合的心也总算安心了点 而这时杜娟在医院不断地搜寻比尔的下落 好兄弟生怕两个女人会撞见 不断地想引导杜娟回家 偏偏杜娟不听劝 还要来前台问比尔的病房号是多少 不料前台却说叫比尔的人已经回家 他只是来医院看下眼睛 好兄弟悄悄地输了口气 估计是同名同姓的人弄得乌龙 昨天遭到亚夫的追杀 巴德受了重伤在医院刚抢救回一条命 没想到半夜亚夫又派手下来医院要杀死巴德 慌乱之中一个弱女子为了保护心爱的男人 再次化身英勇的战士 拿着刀指着两个歹徒 让他们快点离开 不然就杀了他们 恰巧这时警察也感到制服了两个歹徒 百合和巴德终于获救 因为巴德本来伤口就没好 刚才经过一番走动后 伤口裂开 医院提出要马上输血 可是医院血库里的血不够 百合一听二话不说就要给巴德抽血 护士刚才也看见了百合保护巴德的壮举 忍不住向巴德夸起百合 百合为他做的这些举动巴德都看在了眼里 怎么会不敢动呢 他平常就是一个手无缚机之力的弱女子 为了他已经两次拿起刀和歹徒拼命 睡觉时巴德梦到另一个自己来讨伐自己 现实中的巴德总是站在杜鹃这边 可梦里的这个巴德却是站在百合这边 梦里的巴德再次点醒他 即使你娶他只是因为你妈妈 但只要你愿意 可以用爱和尊重给予他妻子的温暖 这番话终于让巴德醒悟 原来自己过往对百合这么自私 虽然自己爱杜鹃 但也无法结束和百合的婚姻 巴德决定以后要对百合好点 而这时巴德也想起今晚就是自己和杜鹃的婚礼 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另一边的杜鹃找比尔也是找疯了 电话打不通 只能打给巴德好兄弟 好兄弟再次撒谎他很累吃过要睡着了 应该明天就会和你联系 杜鹃听后也只能挂断电话 可心里却一点也不好过 这还是认识以来第一次这么长时间不和比尔联系 幸好没过多久就接到了比尔打来的电话 杜鹃的心总算可以安稳了 杜鹃问比尔既然你受伤了 那还能出席今天的婚礼吗 比尔估计是钢铁侠 被捅了一刀 还要输血抢救 禁止在重症病房待了一晚就出院 而现在他也承诺只是小伤口 今晚一定能出席婚礼 杜鹃听后高兴极了 满怀期待地等着今晚的婚礼 杜鹃和比尔还真是天生一对 晚上就要举行婚礼了 他白天还要去飞一趟 让妈妈拿着婚服到时候在酒店等他就好 就在巴德考虑着晚上要怎么脱身的时候 吃可爱多长大的百合来给他喂食 巴德让百合也一起吃 可百合却说自己在进食 因为巴德昏迷的时候 他向上帝祈祷希望巴德能平安无事 自己将会进食 这个傻女还再次让巴德感到暖心 百合表示他们是夫妻 照顾他是分内的事 还记得当时结婚的时候 他们在牧师面前许下诺言 会永远守护对方 经过百合这么一提 巴德终于想起当时他根本不上心的婚礼 这么善良的百合怎么能不让人心动呢 此刻巴德应该不记得有杜鹃这个人了 姑姑请了牧师来做祷告 替巴德消灾 拉着百合的手转圈祈福的时候 想起了当时结婚的场景 当初毫不在意的婚礼 现在想起来却是那么的美好 百合在他心里的位置也是一天天的越来越重 直至现在 巴德看百合的眼神里已经有了心情 百合来找巴德谈话 这次他终于击灵了一回 感觉巴德像是换了的人似的 这一刻巴德总算浪子回答 百合是个仙女般的存在 自己不可以再这样残忍地对他 他决定往后要好好地守护百合 准备去杜鹃那说不能和他结婚 然而上天总爱捉弄人 巴德到了杜鹃家时没看见人 鼓起勇气打电话 向杜鹃说出自己有妻子的事 不能和他结婚 可说了一堆 杜鹃竟然没听见 当问起巴德刚才说什么时 巴德已经没有勇气再说第二遍 可挂断电话后 百合的电话又打了进来 姑姑脚受伤了 百合让巴德赶紧回来看看 准备赶回家时 巴德以留言的方式 再次和杜鹃说出真相 表示自己不能和他结婚 希望杜鹃能理解 纸条留在了桌面上 恰巧杜鹃妈在家 看见了这个惊人的消息 杜鹃妈本想告诉女儿事实的 可是看着杜鹃这么高兴 妈妈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而蒙在鼓里的杜鹃 还拉着妈妈要赶往酒店 一路上妈妈的眼泪流个不停 却说不出一个字来 而这时危险也降临到了他们的身边 去酒店的路上发生暴乱 妈妈为了保护杜鹃被枪击中 杜鹃吓坏了 赶紧给比尔打句电话 让她来帮忙 巴德一听这么严重的事 也不敢再和杜鹃说不能举行婚礼 妈妈的情况非常严重 可她让医生瞒着杜鹃 并且把巴德单独叫进来谈话 一开口就是请求巴德不要取消婚礼 杜鹃妈以为巴德取消婚礼 是因为家里人不能接受杜鹃 再三恳求巴德坚持下去 未来杜鹃一定能赢得她家人的心 看着气丝微弱的杜鹃妈 拒绝的话根本说不出口 男人准备和未婚妻取消婚礼 不料丈母娘受了枪伤快不行了 丈母娘恳请她和女儿结婚 照顾她一辈子 巴德无奈地答应了 可家里的正妻百合该怎么办 她今天刚决定要和百合好好过日子的 能怪谁呢 是你自己不老实 要骗土地又想要真爱 而这时百合知道杜鹃妈受伤后 也在赶来的路上 百合打电话给巴德 想问她能不能陪自己去见好闺蜜 此刻巴德困在牢笼里 哪里还有心情去陪她 有重要工作要忙 电话刚挂完 杜鹃又抱了过来 很庆幸这个难过的时刻 巴德陪在自己身边 不然杜鹃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杜鹃不断地对着巴德说谢谢 面对不知情的杜鹃 巴德再次感觉到痛苦 无缘无故地对她说了几句对不起 弄得杜鹃都不知道怎么了 看杜鹃这边好了点 巴德准备回家 走到门口换鞋时 百合也走了进来 偏偏巴德站在了门后 那么大个人百合也没注意到 就直直地往里走 二人又再一次完美错过 在回家的路上 巴德心烦意乱 一边是情深意重的百合 一边是挚爱杜鹃 不知道该怎么取舍 这时杜鹃电话打了进来 原来杜鹃是告诉她 希望婚礼明天能举行 这是妈妈刚才一直吩咐她要做的事 巴德这次是真的把自己给玩进去了 看到百合回来就抱着她哭 不明所以的百合还以为她是怎么了 巴德表示自己陷入了难题 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百合听后贴心地靠着她的头 希望能给她一些力量 第二天是举行婚礼的日子 百合早早地就来酒店布置 作为新郎的巴德也盛装打扮出场 就在两人交叉而过时 光顾着低头竟没发现对方的存在 可没过几分钟 百合又来到新郎待的房间 不料金看见有人在这里喝酒 百合生气地表示他们不能在这里喝酒 现在婚礼还没开始 喝酒的话会破坏仪式 而此时巴德正巧在卫生间洗脸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巴德吓了一跳 赶紧跑出来查看是谁 可百合说完话就走了 巴德出来时并没有见到人 只能问几个朋友刚才说话的是谁 朋友表示刚才说话的应该是个负责婚礼的女孩 离谱啊真是大离谱 已经错过了无数次 就是没发现对方 看着杜娟满心欢喜地要嫁给她 巴德愧疚心作祟 问杜娟如果自己做了错事 她会怎么办 这时百合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问巴德能不能来参加自己好姐妹的婚礼 巴德再次拿出烂的掉牙的借口 说自己在忙工作 没办法来 傻女孩一点脾气也没有 知道巴德忙便不再打扰她工作挂了电话 百合太过高兴 一点也没注意到危险正在靠近 当时她当来这个城市差点被黑心司机卖到妓院 杜娟知道后把黑心司机绑起来 让百合狠狠地扇了她几个巴掌 因此司机一直记恨到现在 没想到现在让她遇到了百合 司机立马掩路凶光 去街上叫了一车的人准备去绑架百合 几个黑心司机穿起服务员的衣服混到了婚礼中 而这时大家正好在跳舞 巴德也戴着后门帘的帽子出现 正跳着高兴时 不料却看见了两个丈母娘都在现场 巴德吓坏了 赶紧把后门帘放下 恰巧杜娟妈招呼巴德过来打招呼 杜娟妈叨性地向百合妈介绍自己的好女婿 巴德脸上有后门帘遮着 百合妈并没觉得奇怪 只是巴德一直不说话 百合妈还以为她是害羞也没在意 这一家人估计是祖传吃可爱多长大 自今女婿就在眼前也没认出来 两个好闺蜜竟都没发现 他们嫁给了同一个男人 百合是明媚正娶的妻子 而今天巴德马上要和她的好闺蜜杜娟结婚 认识两个女人这么久 巴德从来不知道她们是闺蜜 直到婚礼上 杜娟竟然说要找百合 巴德才一脸震惊地得知她们是闺蜜 也幸亏巴德戴的帽子有个后门帘挡住脸 才没有让别人看来 马上就是举行仪式的关键时刻 杜娟像失心疯似的 一直吵着要找百合 无论大家怎么劝都不听 在外面的百合听到了杜娟的呼喊 进来找她 大声回应着杜娟我在这里 这声回应终于让杜娟不再失心疯 可巴德却要失心疯了 看着两个好闺蜜抱在一起 她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接下来又是大离谱 杜娟拉着百合介绍她们认识 可明明是相处了半年的夫妻 站在眼前竟都没有察觉 百合更是把杜娟的手交到了巴德手上 希望她们未来能幸福 此刻巴德怕是快要呼吸不上来了 浑然不知的百合估计是前世造孽 今是来还巴德的恩吧 才要受这样的罪 傻女孩拿来花环让巴德给杜娟戴上 可巴德却不知该如何下手 正排妻子亲手帮自己取二房 巴德怕百合知道后也会失心疯 此刻百合笑得有多甜 将来就会哭得有多惨 到了许诺环节的时候 巴德想起了前几天百合说过 当时她在婚礼上抢走了巴德该许的诺言 百合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守护巴德的平安 这句话直击巴德的心底 无法再忍受这样欺骗百合 巴德主动接下面纱 说自己不能结婚 因为百合是她的妻子 可她爱的是杜娟 两个女人看着丈夫是同一个人 心碎了一地 最惨的是杜娟妈本来枪伤就没好 听到这个事实后竟晕晕了过去 巴德猛然被吓了一跳 原来刚才是自己在做梦 幸好杜娟妈还好好的站在那 这下巴德更加不敢坦白真相 马上准备继续婚礼的时候 巴德造孽太深 屋顶都看不下去 净裂了一大块 而且还夹杂着一阵黄水掉下来 这下大家只能先中场休息 其实刚才这些屋顶破损和漏水 都是几个黑心司机干的 为了绑架他们几个 黑心司机也真是费尽心思 看到巴德一个人去房间 先给他来了点 迷药准备带走 不料百合走了进来 司机只能把巴德先扔下 百合没看懂巴德 好好的干嘛坐地上 便过来和他聊天 想让他把面纱摘下 他们先扔下对方 百合估计是高度近视 才会离得近都认不出 比尔就是自己丈夫 不料半晕不晕的巴德 听到百合声音后 竟机灵了起来 站出来想离开 可这时司机又跑了出来 再次准备迷晕巴德 百合一回头 看见巴德被挟持吓了一跳 可司机威胁他 不准大喊大叫 否则就先灭了巴德 没办法百合 只能眼睁睁看着 他们带走巴德 只是司机光明正大地 扶着巴德走过客厅时 正好被百合妈和叔叔发现 司机赶紧撒谎巴德喝醉了 他们是扶他回房休息 百合叔叔一听 马上把巴德接过来 表示不用麻烦他们送 百合妈以为他是喝醉了 拿了杯茶让巴德喝 叔叔也问起巴德怎么喝了这么久 巴德怕路线不敢再当哑巴 只能变换着语气和声调 说了几个字来回应 怕再待下去会被揭穿 巴德使出浑身的力气 先一步离开 只是刚走出去 又被司机给带到 而这时杜鹃也被司机带到 把他们两关到了一起 此刻百合也去通知 堂哥大卫去救人 搜寻了一番后 终于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杜鹃 大卫和司机打了起来 百合赶紧解开杜鹃的绳子 但最终大卫只有一个人 难敌司机四人 也被枪抵着头老实了下来 司机绑着他们四个人 来到大厅准备劫财 逼在场的人都交出首饰 百合所有的东西都交了出来 却唯独不肯交出戒指 因为这是爸爸留给他的信物 司机看百合不肯交出来 也和他争执了起来 这时在一旁被绑着的 巴德看百合被欺负 使出浑身解数挣脱了绳子 趁着司机不注意 开始猛烈地攻击他们 在场的亲戚也纷纷反抗 和其他司机打了起来 瞬间现场乱成了一锅粥 最为奇迹的是 巴德使出吃奶的力气 和司机打架 可他那后门帘竟也使出 吃奶的力气 牢牢地固定在他头皮上 近一点也没有要掉的迹象 但最终打了几个小时后 门帘终于受不了 巴德的疯狂掉了 只是巴德脸对着墙壁 而且大家也都在搏斗 所以都没发现他的真面目 巴德正拿着 帮百合抢回的戒指高兴时 身后响起了别人叫他的声音 他才反应过来门帘掉了 于是立即又把门帘 带到了头上来遮掩面容 这时警察也来了 现场终于恢复了平静 休息的时候 百合来感谢巴德 幸好帮他抢回了爸爸的戒指 细心的百合看到巴德手受伤 赶紧拿出药箱帮他清洗伤口 可靠得这么近 连呼吸都能听得见 百合竟然还是没有察觉到 自己丈夫就在眼前 两人还聊了很多话 百合感动得都哭了下来 巴德忍不住抬起手 给他是去了泪水 看着这个善良的女孩 巴德再次抬手摸了下他的头 不料这时杜娟走进来 看到了这一幕 立即垮下脸 新娘怀疑新郎被人掉包 想要看下新郎的脸 可牧师却不允许 如果婚前见面的话不吉利 但是牧师也指出 只要不是直接看就没多大问题 这时大家想到了个好办法 而新郎也放心了点 只要不是直接揭开他的面纱就好 他今天娶的新娘是杜娟 可站在杜娟身边的好闺蜜百合 却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 两个女人完全不知道 他们是嫁给了同一个男人 杜娟叫人拿来一面镜子 让巴德对着镜子掀起一点面纱给他看一下 看到镜子里的男人是自己的鼻儿 杜娟终于放心了 而站在一旁的百合像是木头人似的 一点也没发现新郎就是自己的丈夫 百合却惊呆了 没想到会是自己搞错了乌龙 要说这件事也算是因他而起 刚才和巴德说话的时候 巴德摸了下他的头 无料会被走来的杜娟看见 看到丈夫摸好闺蜜的头 杜娟立即变脸 还没来得及吵架 杜娟就被妈妈给抓走 原来这边的婚俗是一事没完成 前新人不可以见面 妈妈很生气骂杜娟不懂事 百合赶紧过来劝解杜娟妈 杜娟看到妈妈这么听百合的话更加的生气 而这边的巴德感觉像是坐过山车似的 紧张极了 生怕两个女人会知道她的身份 向好兄弟吐露心事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样欺骗他们尽早会害他们受伤 可是杜娟妈又求她要娶杜娟 如果拒绝杜娟的话 她会加重杜娟妈的病情 所以为了杜娟妈她必须娶杜娟 巴德表示自己是爱杜娟的 只是她现在发现这样脚踩两条船是不对的 越说越烦躁 事已至此 她只能两个都娶了 为了保险起见 让好兄弟去接上买顶帽子上的大门帘回来 只有这样才能把她的脸给完全遮住不让人发现 而这是百合来提醒她 马上要继续行礼 让巴德准备下来 一接近百合巴德就开始内疚 但婚礼还是要继续的 可没想到巴德这时接到电话说侄女丢了 没办法巴德只能请好友来代替自己当一会儿新郎 反正有后门帘再也没人会发现 只是巴德提醒千万别让杜娟和杜娟妈看见她的真面目 要不就会被拆穿 说完就火急火燎的走了 只是巧合的是 这个好友穿着新郎装和自己女朋友拥抱的时候 被百合给看见 百合没见过比尔的真面目 误以为这个人就是比尔 看她抱别的女人 觉得她背叛了杜娟 于是站出来指责这个男人 男人看瞒不下去 只能说出实情 表示是因为比尔有事要办 才让她代替一会儿的 希望百合不要说出去 可百合越想越不好 新郎怎么可以叫别人代替呢 这分明是对杜娟没有心 想来想去还是和杜娟说出了实情 让她别结这个婚 因为这个新郎是假的 杜娟听后很震惊 不相信比尔会这样对自己 想揭开新郎的面纱看看是不是比尔 不料却被牧师阻止不能和新郎直接见面 会破坏习俗 没办法杜娟只能拿来镜子间接地看了一眼新郎 当看到那张属于比尔的脸时 杜娟终于松了一口气 她还是自己的比尔 杜娟估计是百合看错了 而面纱下的巴德也松了一口气 找完侄女她就回来了 趁着大家跳舞的时候 和好友换回了衣裳 所以才没有露线 终于各就各位 婚礼又可以继续了 只是最后时刻 牧师发现少了朱砂 百合还以为在自己包里 翻了一会后 发现只有一盒 可这一盒是她结婚时用的朱砂 怎么能给杜娟呢 但是现在街上店铺又都关门了 也没地方买 牧师不断催促着速度快点 不然及时要过了 可百合真的很纠结 傻女人毫无保留地 献出了自己的朱砂 可当地的习俗就是 朱砂不能随便给别人啊 不然朱砂主人的婚姻 也会随之而去的 巴德看着百合 迟疑地没把项链 带到杜娟身上 而百合还催促着 让她赶紧给杜娟戴上 巴德终于抬起手 把项链带到了杜娟脖子上 仪式也到了最后环节 新人牵手转完圈后 牧师郑重地宣布 他们成为夫妻 百合高兴地提出 想看看比尔的真面目 比尔身边狼狈为奸的 好兄弟赶紧开枪 还没到时候 晚一点再看也来得及 而这时杜娟提出 希望能早点 见到百合的丈夫 让百合晚上 把巴德带来和他们见面 今天是男人 娶第二个老婆的大日子 一直蒙在鼓里的妻子 也来参加婚礼 巴德看到妻子百合时 给杜娟戴花环的手 迟疑了会没有抬起 可也仅仅只是 内疚了那么一小会 到了洞房夜的时候 巴德搂着杜娟就开始情意绵绵 你说这话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百合 你改名叫比尔 难道百合就不是 你明媚正娶的妻子吗 更何况你还吞了 那九阴亩土地 此时外面倾盆大雨 雷声隆隆 但一点也不影响 巴德的热情 可独守空房的百合 却开始担心起丈夫 于是给巴德打去了电话 这次巴德没有用工作 来做借口 毕竟大晚上的哪来的工作 但他接起电话后 故意装作听不见的样子 没说两句话就挂断了 接着猴急的又开始 和杜娟轻轻我我 而这边好不容易睡着的百合 却做起噩梦 梦到巴德被黑心司机抓走 要说这女人也真是傻 连做梦都在想着 那个没良心的男人 这时姑姑听到百合 一直叫着巴德 便走进来查看情况 把百合叫醒后 得知巴德这么晚还没回家 便让百合给他打电话 可电话打出去后没人接 姑姑不相信 又拿起自己电话打过去 这次巴德很快地接了 撒谎成性的男人 为自己找了个完美的借口 说车子在马路上出了点状况 他人只是轻微地擦伤 等事情处理好了就回去 让姑姑别告诉百合 不然百合会担心 可这个傻女人怎么会不担心呢 当即决定要出去找她 却被姑姑拦住了 下着大雨一个女人 大半夜的出去怎么会安全 而且巴德都说了没什么大事 百合还是不死心 姑姑只能强制命令 她不准出门 姑姑走后 百合又打了好几个电话给巴德 可男人禁锢着自己快活 一个电话都不接 百合智商是真的捉急 姑姑打的电话她就会接 她这个妻子打了无数个电话 就是不接 难道这里面不是有鬼吗 杜鹃这边本来气氛很好 偏偏杜鹃提到百合 也想要一个像比尔这样的男人 这句话瞬间让巴德 想起了自己还有个妻子 巴德立马扫兴地走到阳台透气 再说下去怕会没办法洞房 巴德想阻止杜鹃再说下去 偏偏杜鹃的唠叨 就像开了杂的洪水停不下来 杜鹃表示百合 既然是她要好的朋友 那未来她和比尔的生活 肯定少不了百合的存在 比尔应该接受这点 杜鹃再次提起百合 是真的爱巴德爱到没了自己 千里迢迢地来这个城市找她 为了她的安全 两次拿着刀和歹徒对抗 这些话真的像刀子 搁在巴德的心头 越听越觉得自己对不起百合 可难过也没几分钟 巴德又来了好心情 在房间里和杜鹃嬉戏玩乐起来 别提有多美了 而百合就惨了 不听姑姑的劝阻 大半夜地来到街上找巴德 也没个地址就瞎找 可找了一圈后 实在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无奈之下只能给杜鹃打电话求救 只是杜鹃忙着开心 没来得及接她电话 当回电话过去后 百合那边却显示 网络不好无法接听 这时巴德却不高兴起来 惦记人家土地的时候 怎么不嫌麻烦 这男人真是将用完 就丢全市的淋漓尽致 而这时百合打不通电话 只能来到酒店找杜鹃帮忙 这个印度男人 瞒着妻子娶第二个老婆 今晚是洞房花竹夜 必须陪新老婆 可不知情的妻子百合 此时找到了巴德洞房的酒店房间外 谁叫巴德要骗她出车祸回不去 百合只能来找好闺蜜杜鹃帮忙 一起去找巴德 可杜鹃此时正在和巴德洞房 听到门铃声后 杜鹃让巴德去开门 巴德还不知道敲门的就是百合 正准备开门时 杜鹃又自己走过来开门 巴德先一步回了房间 拿起手机才看见百合 打了好几个电话过来 巴德只能先回给她 担心了一晚 现在终于接到巴德电话 百合总算安心了点 赶紧询问她现在在哪里 巴德都说了一会就回家 也不知道百合有啥好哭的 横河水都快被哭涨潮 看到百合这样哭 杜鹃也心揪了起来 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百合哭诉巴德出了车祸 自己很担心她的安全 杜鹃让百合先别哭 现在叫上比尔一起出去找巴德 说完杜鹃叫着房间里的比尔赶紧出来 此时比尔还不知道大厅里的人是百合 打开门后吓了一跳 又赶紧躲回了房间 磨蹭了半天还不见比尔出来 杜鹃拉着百合就要进去找她 比尔此刻激动的心脏快要骤停 幸好还有一步远的时候 杜鹃又把百合拉了出来 杜鹃刚反应过来比尔刚才没穿衣服 怕被百合看光 让百合在外面等 自己进去叫她出来 比尔已经急得团团转了 杜鹃竟然还说要陪百合出去找巴德 比尔赶紧找借口今晚是新婚夜不想被破坏 叫百合回去 可杜鹃不肯 好姐妹的事慢不得 比尔没办法只能等杜鹃去客厅的时候 偷偷地跑走了 等杜鹃再次来房间叫她时 早没了人影 杜鹃虽然很生气她莫名其妙地消失 但还是先陪百合去找人 坐在车上的时候 百合忍不住骂比尔和巴德一个德性 都是没声没响地扔下老婆就不见了踪影 百合一听说巴德的不是 他可不干了 立即维护巴德不是这样的人 他离开都是因为有事 而巴德逃到街上后 赶紧坐了辆车回家 还特意用家里的座机打给百合 让他赶紧回来 百合高兴地和杜鹃分道扬镳 他坐了另一辆车回家 等百合到家后 估计是有一场责骂等着他 一进门姑姑就恶狠狠地骂百合不听话 不尽一个媳妇的责任 刚才他明明说过让百合在家不准出去 可百合却私自跑出去 大半夜的如果遇上坏人的话那怎么办 他们家的名誉就会被败光 杜鹃这边回到酒店还是不见比尔在 他气坏了 他必须赶回家看看什么情况 本来想收拾行李离开的 不料却在桌子上看见了比尔的留言 比尔说姑姑在家摔坏了腿 情况紧急 他要先赶回去 杜鹃这才知道是自己错怪了比尔 正巧比尔的电话也打了进来 听过比尔的解释后 杜鹃终于恢复了正常 体贴地安慰比尔先照顾姑姑 他们以后时间还多的是 就这样比尔又过了一关 不明事理的百合看巴德不说一句话 还以为他是在为自己被姑姑骂而难过 赶紧安慰巴德 姑姑是长辈 他在教育我 我一点也不难过 谁知道巴德听后却爆发了 人家好心去找你 你反而骂他 真是没人性 看着百合那流不完的泪水 巴德没办法再骂下去 抬手帮他是去泪水 让他早点去睡觉 女人看见丈夫的衣领上有口红印 来找闺蜜帮忙 闺蜜一听立马喊着要去杀了那个负心汉 可闺蜜却不知这个负心汉也是他的丈夫比尔 比尔没改名前叫巴德 贪图妻子百合家的财产才娶她为妻 可婚后没两个月 瞒着两个女人 又娶了百合的好闺蜜杜鹃为妻 今天一大早 百合发现巴德衣服上有口红印 这一刻百合的世界塌了 可他不敢相信巴德会背叛自己 巴德什么时候说不爱你了 是你自己以为的 但巴德扎是真的 一大早就来找杜鹃 还特意为他煮了早茶 一起规划着未来的幸福生活 要说百合可从来没享受这种待遇 果然不爱的都该遭虐待 巴德因为文件没带 又回到姑姑家去 看见百合时向他道歉 昨晚不该向他发火 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向他发火 看着这个突然变得陌生的男人 百合不知道要如何开口 迟疑了会儿后 百合问他还有没有什么事要向自己说清楚的 走之前 巴德表示今晚自己没那么快回来 让百合不要再找他 这句话再次击毁百合 每天晚上都迟到 这不是有鬼是什么 就算想骗自己也骗不过去了 百合只能来找杜鹃诉苦 杜鹃这火爆脾气听后 马上拉着百合去找巴德 看他怎么收拾这种渣男 可百合马上又把他拉了回来 冲动不能解决事情 大吵大闹只会让大家丢了面子 多好的一对姐妹花 总是在保护对方 可惜都毁在了巴德手上 百合说的也对 不能仅凭一个口红印就说他出轨 可当杜鹃问了百合诸多的细节后 杜鹃真想吹爆百合这个木头脑袋 这一件件的 不是出轨是什么 只有这个傻女人才会信任他 百合已经七魂没了六魄 杜鹃赶紧安慰他 自己一定会帮他抓到那个女人 让巴德在全世界面前丢脸 杜鹃这狠话说的 就是不知道渣男如果是他自己丈夫的话 还能不能说得出这种狠话 杜鹃又知了一招 让百合回家后去查巴德的手机 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证据 可百合一听竟然说自己不可以偷他手机 这样不道德 杜鹃快要被气半死 如果看自己丈夫手机不道德 那就让你丈夫抱着别的女人逍遥快活去 百合要有杜鹃这脑袋也不至于被欺负成这样 虽然可以想其人之福 可巴德一点也不好过 如果这两个女人不是好闺蜜还好点 可现在她们是好闺蜜 事情很容易穿帮 娶百合并非她所愿 但百合是个传统女人 以父为天 巴德同情她 可爱的人是杜鹃 更不可能抛弃 未来的日子希望能一切平静 好兄弟安慰她 没那么可怕 百合像只蠢牛 对付她一点也不难 结婚半年丈夫一次都没碰过妻子 一个睡床一个睡沙发 百合从来没怀疑过 可今天却发现巴德的车上坐了的女人 而且看过去两个人还聊得很开心 因为隔得远看不清是谁 百合只能一路跟着她们 车上的女人下车时 巴德绅士地伸出手邀请女人下车 看着自己从来不曾享受过的待遇 百合再也无法否认巴德不会出轨了 因为女人背对着百合看不到脸 可这个女人是百合玩了二十年的好闺蜜杜鹃 就算看不见脸 看身形也该知道是杜鹃呀 然而百合是个心瞎眼瞎的人 一路跟在后面还是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眼看着两个人进了餐厅 百合后一步进来时 正好餐厅关了灯 百合只能先坐在远处的桌子上 等机会再看清楚是谁 从远远地看过去 女人俏皮地捏了下巴德的脸 而巴德则是一脸宠溺的表情 坐在后方的百合再次受到打击 这家餐厅挺会玩 还让在座的人都写出几个数字 如果哪两个人的数字一样 那就是获奖者 百合好好的肩不去抓 居然还有心情埋头写数字 就因为她低头的时候杜鹃正好来了电话 以至于她走过百合身边的时候 百合也没发现 亮灯后 百合才发现那个女人不见了 是巴德也从桌面上的反光 看到了百合的身影 瞬间给吓坏了 庆幸杜鹃正好出去接电话了 不然就穿帮 巴德赶紧跑出去找杜鹃 说这里不好玩 想回家 可杜鹃玩心正大 哪里会舍得回家 又把巴德拉回了餐厅 走进来后在座位上没看见百合 还以为能松口气 不料一转头 百合竟就在对面打电话 这下巴德就差眼珠子没掉出来 失望火急地告诉杜鹃 让她在这里等 她有事一会回来 看着莫名其妙的男人 杜鹃也没有多怀疑 巴德来找百合 疑惑地问她来这里是干嘛 幸好百合编了个谎言 说自己是来给家里小孩打包蛋糕 巴德肯定死也不会承认的 这时注意到对面一对情侣 大聪明的巴德立马想到个办法 能骗过百合 故意跑过去和那对情侣聊天 装作相熟的样子 还引导情侣和百合打招呼 百合的低智商 还真是没弄明白巴德在搞什么鬼 趁着百合没注意 巴德赶紧给好兄弟打去电话 让他去找下前天结婚时穿的衬衫 因为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留下了什么证据 所以百合在怀疑他 好兄弟翻了一会后 终于看到了那件戴口红印的衬衫 这下巴德确定百合起了疑心 心乱如麻的巴德在想着 要怎么向百合解释才能瞒过这件事 不料杜鹃又找了过来 巴德赶紧又把杜鹃拉走 杜鹃看到巴德好像眼睛有泪水 问他是发生了什么事 巴德谎话就来 说刚才服务生端辣椒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他 现在他眼睛还在难受 看巴德这紧张样 杜鹃怀疑是不是有事在骗他 而巴德又来了个甜甜的谎言 我只是不想和餐厅那么多人待在一起 这样会影响我和你的独处 这下杜鹃也成了恋爱脑 相信了这个甜蜜的谎言 巴德跟着杜鹃又回到了座位上 就在主持人公布获奖人名单时 杜鹃竟又神奇地被服务生泼了一身的水 巴德赶紧催促杜鹃去卫生间收拾下 杜鹃一走 百合又来了 更为奇葩的是获奖人名单就是巴德和百合 两个人各怀鬼胎 一脸苦相地合照了张相 而这时台下正好有人认识巴德和百合 大声喊出他们俩个是夫妻 这下巴德小心脏又开始狂跳 不敢再站在那么显眼的地方 赶紧拉着百合离开 知道百合是在怀疑自己 正好又看到刚才那对情侣走过来 巴德再次装作老熟人和他们聊了几句 情侣两倍整了一头猛 根本不明白自己什么时候认识了这号人 说完话后巴德赶紧离开他们身边 接着向百合解释 我刚才是去见那对情侣里面的女人 因为那对情侣里面的男人是我工作伙伴 他临时要加班很多工作 但是又答应了女人要约会 所以只能叫我先把那个女人接到餐厅来等他 这傻白天真的要蠢到什么时候 果然像好兄弟说的 百合就是一头蠢牛 很好对付 轻轻几句话又相信了巴德 心思超重的巴德故意扮了服务生一脚 果汁打在了百合身上 巴德把他带去卫生间清理 这样可以避免两个女人见面 而到了卫生间巴德接到杜娟打来的电话时 说成是老板的电话 他必须要先离开 还没等百合回过神 就不见了他的身影 这下巴德赶紧出来先把杜娟带回家 至于百合就叫好兄弟来接 他前面已经和好兄弟说过让他来接百合的 真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这局又是巴德完胜 这下巴德赶紧出来的 我会接受到杜娟带回家 我会接受到杜娟带回家 但是我会接受到杜娟带回家 就会接受到杜娟带回家